他在廁所給我唱歌 唱我整個忘我投入喔 有一天他早上起床的時候 他要去廁所發現 那個日本男生在用 我朋友的牙刷刷牙 哈囉大家好我是3 今天呢要來拍一個最近非常有感而發的影片 就是繼上次的 最雷旅辦分享之後 今天決定要來 批鬥室友 那有個看我影片的人應該都知道 就是我現在是在美國 然後我不是一個人住了 喔天啊自從沒有一個人住之後 真的發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今天就是我整理了室友 很讓人不能接受的行為 還有有了室友之後的困擾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身為女生最大的困擾 就是生理期 會一起來 因為我們每天都坐在同一個馬桶上 他來我就來 我來他就來 所以我們幾乎就是 每個月的生理期 就是同一個時段一起發生 月經一起來 這件事我覺得沒什麼 室友讓我很不能接受的一點就是 他的衛生棉 他丟在垃圾桶 從來都不包 他這個血就直接給我摊在外面 讓我看 我那個禮拜要看我自己的血 我就已經夠血暈了 我還要每次去上廁所的時候都看到他的血 到底想怎樣 那一走進廁所你以為看到什麼命案現場 真的是很崩潰 建議每個女生 不管你在哪裡的廁所 真的一定要 報衛生棉好不好 再來呢 洗完澡頭髮都剪 整個卡在爬水 爬水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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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卡在排水溝到底想怎樣 女生又非常容易掉頭髮 然後有時候進去廁所的時候 可能就看到那個排水溝都卡頭髮 我要幫你剪 還是我要讓那個水整個堵住 就我整個很困擾 再來就是呢 因為我們家只有一個廚房 煮飯的時候可能大家就要輪流煮 那有時候可能就是要等很久 因為室友可能就還在煮 那你就也沒辦法 然後好 可是他可能剛好煮完了 你就進去看到 他的碗盤就是丟在水槽 沒有人吸 那我現在是要怎樣 有時候是他可能煮的味道超香 我在房間唸書我都聞得到 就可能大蒜 喔還有那個 切大蒜 他們是給我切大蒜這樣 真的我以為在看小當家 切超級塊切超級塊 你在房間聽了 真的會覺得 哇 真的快壓起來 真的快不行了 那個聲音我真的不行了 就是 再來我可能會遇到的狀況就是 室友都葡萄垃圾 欸葡萄垃圾真的很煩欸 你知道我已經幫大家換了好幾次 我們廁所的垃圾袋了嗎 也是就是都吸到很滿很滿很滿 然後終於沒有人要去倒 就想說 好吧算了 那我就去倒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我們廚房的垃圾 我們是大家自己用自己的 就是我們不會一起丟 然後有時候就可能進去廚房 你就想說 是有昨天的垃圾為什麼還在那裡 好噁喔 再來是一個非常容易遇到的問題 雖然我是沒有遇到的 但我就幫那些有遇到過的朋友講一下 就是冰箱的食物被偷吃 或是例如說牛奶被偷喝 然後還不知道到底是誰喝的 就一回家打開冰箱發現 那種變少了 昨天還有醬子喔 回來變醬子 就想說 到底是誰 是誰喝了我的奶 呃這可以播嗎 到底是誰喝了我的牛奶 我花錢買的 欸要喝可以問過一下我吧 不然偷吃要插嘴 你又要喝別人牛奶 補牛奶回去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亂喝嘛 再來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困擾 我幾乎每天晚上都遇到 是每次想上廁所的時候 就一打開門 室友在洗澡 欸這真的很煩 我現在唱尿尿 或是你有時候突然那個變異來了 超想大便的時候 然後你走到廁所前面發現 有人在用廁所 好再來就是呢 不能常常在家裡 大聲唱歌 除了現在室友都不在家的狀況啦 我就可以在家怎麼想怎麼開party 就怎麼開party 可是當室友在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這樣子 豪邁的唱歌了 有一次很好笑的是 那我回家的時候 剛好我室友在洗澡 他可能想說 因為家裡都沒有人 沒有關係 然後剛好開門回家 我想說為什麼 家裡音樂這麼大聲 他在廁所給我唱歌 唱到整個萬我投入喔 超誇張 再來也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就是因為其實我洗完澡 我喜歡包著浴巾出來 然後到我房間去穿衣服 所以我在我家習慣了 因為我覺得廁所濕濕的 我就想要出來外面穿衣服這樣子 但是有了室友之後 你就不能再做這件事情了 因為你如果包著出來 被人家看到怎麼辦 很尷尬 而且就是國外又是很流行 男女會一起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那種 這種尷尬的狀況發生過一次 我那時候在冰箱拿東西 然後那個冰箱剛好在 在我的男室友的房門外 然後結果那男生呢 他那天就洗完澡 他就包著浴巾出來 他就圍著他的下面 然後就上半身全座這樣 然後呢走出來 因為再來講 看到室友 你會抬頭跟他say個hi 就是基本禮貌 他就這樣包著走出來 我就抬頭 要hi的時候 我就跟他認了兩秒 然後繼續 繼續在冰箱那邊 擠上找東西 真的太尷尬 我覺得有了室友之後 真的大家在廁所穿好衣服再出來 好不好 真的好尷尬 我現在想起來都還是覺得好尷尬 然後最後我想分享一個 就是 這個故事真的蠻好想 那時候我去遊學的朋友跟我講的故事 就住在homestay那種 然後他的homestay就是 也有很多室友 其中一個室友是一個日本男生 然後他一直對那個日本男生 覺得他的衛生習慣 生活習慣很不好 結果他就覺得他髒髒的 但是呢 有一天他早上起床的時候 他要去廁所 發現那個日本男生 在用我朋友的牙刷刷牙 然後我朋友直接傻眼 又衝進去問他說 欸為什麼你拿我牙刷刷牙 然後那個日本男生就說 喔因為我就是一直還沒有去買牙刷 所以我就想說先用一下你的 這真的會崩潰吧 你可能不知道他已經用了多少天了 你可能這幾天 他刷完你刷 你刷完他刷 喔真的真的 然後這樣很崩潰 覺得用一百瓶束口水 又輸不清自己口腔的那個 很噁的感覺 是你自己的爸媽 你的男女朋友 你的老公老婆 你都不敢敢 用同一隻牙刷 然後被室友用了 在這邊幫他默哀三秒鐘 好的那以上呢 就是我目前在美國生活快兩個月 跟室友相處過後的心得 就是對室友的一些小小不滿及困擾 我覺得還是一個人住比較好 只能跟別人住的時候 你就是尊重友善包容愛 好不好 就是要愛你的室友 他做什麼事情 就是要包容他 不然會有更多的紛爭產生 所以你就是用愛 那顆有愛的心 然後去包容我們的室友 他做的這些行為 都不是有意的 氣一下就給他過去了 不要氣太久 氣太久容易得內傷 如果你們也有跟別人一起租房的經驗 然後對於室友有什麼不滿或困擾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跟我一起分享 一起抱怨這個世界上的室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我現在有兩個室友 好但我確定他們現在都已經出門了